在当下的时代里 是否还会有传统智慧的一席之地 真言独厚感 真言是一本智慧书 顾名思义就是在书中能学到很多智慧 相较于其他一些深奥的书卷 如《启示录》等 真言算是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书 书中用了大量类似于命令的用语 如不要而要 亦或是智慧人愚昧人等等 都是简单直接的阐述 作者在受到神的感动之后 将其毕生的经验传授给后人 所以我在阅读过程中 更觉得像是一种惊艳之谈 因为文中大多数的篇章 既没有给出一个大的环境背景 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很难将一句真言 任意地套用在随时随刻发生的场景之中 但是整体读下来 这样的经验之谈 依然给了我不小的冲击 原因是在当今的时代里 像真言这样的经验 已经不再是主流思想 似乎已经过时了 那么在这个飞速更新换代 变化莫测的时代里 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地理解 并且运用真言 留给我们的这些经验呢 在讨论真言的智慧之前 先让我们来把一所罗门为代表的智慧语录 与当下新时代孕育出来的思想 做一个比较 新思想会慢慢培育出一套新的习惯和经验 年轻一代与年老的做事有很大的不同 就如我做事偏向大胆 但我妈妈会偏向保守 这样的差异 无疑跟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背景不同 有很大的关系 造成了很大的时代差别 再来看看 我们现在的时代和过往的时代 都有哪些不同 当年所罗门所孕育出来的智慧 与今天的思想文化有哪些不同 在这里 我只简单地根据我的经历来谈一点看法 虽然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认知 但却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对比 让人看见 什么是神永不过时的智慧 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 智慧的本体是什么 或是简单来说 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真言李明确说道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九章十节 与其相对应 新时代往往更倾向于智慧的群体划分 而非个体性 在这网络社交大肆兴起的二十年里 由于数量化的信息成倍的增长 大量的分析软件通过整合数据 不断提供新的信息分类 并推荐分析结果 以此来主导人的思维 这里贴上一个近来火爆软件抖音 TikTok的计算流程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 让人明白 其分析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不少人惊呼 这些软件竟然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 比如 我是一个篮球迷 那么我打开此软件就会出现篮球信息 并且会根据我的喜好再次分类 如不同的篮球赛事状况 球性的意识 画边 绯闻等等信息 一并送上来 惊讶之余 不妨仔细想想 看似信息量大了 但其实我们所接触的信息变得狭窄了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信息 都是在一套套计算后 呈现给我们的 Force 我们去看我们所喜欢看的东西 换句话说 在数据化的时代里 我们所接受到的智慧 虽然在数量上变得很大 但是在质量上变得更差 更狭隘了 再来看 真言里提到的智慧 那是方方面面的智慧 是神全辈的智慧 比如 神对我们的要求 政治人的纯正 必引导自己 奸诈人的乖僻 必毁灭自己 十一章三节 义人的思念是公平 恶人的计谋是诡诈 十二章五节 懒惰人因东寒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讨饭而无所得 二十章四节 再比如对为人处事的要求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十五章一节 因怜悯诚实 罪孽的熟 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十六章六节 弟兄杰远 劝他和好 比取奸故城还难 这样的竞争 如同奸债的门栓 十八章十九节 神智慧的言语 未必百分之一百地取悦于我们 但是神智慧所拥有的质量 却完完全全压到 现代信息的数量 过此 神的智慧 会在这涓涓流淌的历史长河中 永远闪耀 二 智慧的权威性 与智慧的本体性有关 智慧的权威性 体现在神的智慧 有绝对的主权 他的智慧 都确保无物 在大数据智慧到来之前 人们遵循着 透过历史的沉淀 来得出智慧 时代的变迁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以人们需要用 很长的时间总结经验 提出假设 论证假设 修改完善 最后得出结论 就如在力学领域里 科学发展的过程 是从一开始的亚里士多德 到稍后的牛顿 再到后来的爱因斯坦 完成了各种经验的推演过程 再在实验中论证结论 最后再修补完善 得出最终结论 这是一个 从开始观察物体运动 得出粗浅经验式假设 受魄力 到建立经典力学 再到完善的量子力学的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 在我们看来 相比于神的创造 不过是一点 微不足道的智慧 但这样的突破 对人来说 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为它代表 这一种权威人士的结论 即一群尊重事实 严谨论证的科学家们 用智慧不断探索 和发现得出的成果 但在现代社会里 随着时代的变迁 智慧的完成过程 变得越来越多地 开始从权威人士 向权重人士转移 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制现象 即不再认同 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建议 反而更愿意听取权重人士的带领 其背后的推手 不无与数量化的智慧有关 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这次COVID-19爆发 在利益的趋势下 不少具有话语权的政客和名人们 不从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出发 为了某种政治目的 大肆使用数字媒体 鼓动群众 甚至对防疫专家的政策 嗤之以鼻 在这些权重人士的主导下 民众所得到的智慧 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这不正是应验 真言 所说恶人的寂寞吗 愚昧的妇人宣扬 她是愚蒙 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过路的 就是执行其道的人 说 谁是愚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人却不知 有阴魂在她那里 她的刻在阴间的深处 九章十三至十八节 三 智慧的运用性 智慧对现实的引领作用 相对于上述两点 显得更加重要 真智慧 永远是简洁明利傲的 让人越来越清醒 越来越有辨别力 但当人被数量智慧轰炸 被大量的雷同信息洗脑以后 智力会大大下降 且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典型的例子 就是前段时间的黑命归运动 本来是要唤起人们 对种族平等的关注 但在极端人群的恶意诽谤下 在大量信息的煽动下 使那些无法辨别信息真伪的群众 被调动起来 变得躁动暴力 国会山庄前的政治夙愿 也演变成攻占国会的行动 寻求正义 变成了暴力争吵 最后都成了打砸抢烧的暴乱 再有 当年发生在法国的黄马甲事件 由于燃油税上涨 示威者就对巴黎的商店和古迹 进行破坏 近些年来 类似的冲突仿佛越来越多 人心变得越来越急躁 网络的兴起和社交的全球化 非但没有让人变得眼界更加放宽 更愿探索 思考和自己不一样的声音 反而局限在了自己的小圈子里 从自己的手机出发 去判断世界 愤怒的变得更加愤怒 抑郁的变得更加抑郁 操劳的从996变成了007 数量智慧没有给人带来安息的心 然而 真言中的智慧 永远不是会带来纷争和搅扰 神的智慧 给人带来的永远是平安和喜乐 正如 谢曼人山火通城 智慧人止息众怒 29章8节 他给政治人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 要为保守公平人的路 庇护敬前人的道 2章7至8节 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谋略必护为你 聪明必保守你 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2章10至12节 小姐 神的智慧往往看似与世界标准格格不入 仿若一个老人嘴里的唠叨 没有时髦的辞早 也不总是让人心里觉得喜悦 但人还是会深深陷入世上的智慧之中 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很正确 不论我们有多高的学历 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成就 阅历 我们所看见的时间冷暖 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光阴 在现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里 信息如此快速的传播 让我们收到来自魔鬼的试探 变得更加频繁 如果说以前只是偶尔遇到魔鬼 偶尔遇到试探 那么现在的魔鬼会透过网络 透过数据分析 牢牢地抓住人的弱点 把我们变成他盘中的美餐 唯有神的智慧能抵抗魔鬼的攻击 成为你我的盔甲和利剑 唯有在耶和华的话语中寻求智慧 才能摆脱世上众多真假难辨的困扰 欢迎讨论 订阅 一起更深地认识耶稣基督